满满海鮮的红酱意大利面 奶油蛤蜊面和香喷喷的焗烤饭一一上桌 这些料理今日完全免费 在士林区有一间意大利面餐厅 老板谢宗林连续七年 每逢寒冬时节都会免费招待120份餐点 邀请若是长辈前来享用 真的很好吃 因为我们平常很少外食 那今天有机会来这里品尝一下 这个老板的手工不错 大家很少一起计位一起吃餐 一起用餐 能够跟好朋友一起来吃 那真的很不错 谢谢那个老板 也谢谢那个曾建明那个议员 他举办这个活动 让大家能够聚在一起 老板很爱心 给我们这些老人家是有温暖的 美好的一天 感谢感谢非常感激 尽管今年疫情影响 餐厅收入不如预期 谢老板仍坚持公益初衷 回馈社会 台北市议员陈建明也感激老板的善心 借此关怀走出户外的独居长辈们 面食士林在士林地区非常有名 他们专做意大利面等料理 那所以谢老板发愿为了回馈地方 每一年都提供给这些弱势 他们一个不同的感受 也就是享受异国美食 因为他这已经行之有年 差不多有六七年的时间 其实也要感谢我们陈建明议员 他是在幕后真正是大力支持 才能处置我们这个今天比较弱势团体 能够来享受这个意大利的美食 在大陆冷气团的侵袭之下 更有一点寒冬送冷的气氛 暂时谢谢谢老板还有陈建明议员 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 生意真的是差真的差了很多 可是我们就是保持着初心 这个活动一定要办 每年年终岁末的时候 能给这些长者一些温暖 真的是很不错 长辈们吃着意大利面 不停赞赏餐点好吃 更感激老板每年举办的 免费招待活动 让平常不常吃异国料理的长者们 都能饱餐一顿 如同寒冬中的阳光般温暖人心 记者问郡台北报导